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和你分析時事 狂追猛打 網友0128就說 內陸荒莫地區黃沙萬里 玩一下就好 當然是玩一下就好 那些地方長住 我想我們住不了 是習慣的 你去過這麼多 你認為你習慣不習慣到 我試過一次最長是這樣的 30天在新疆 但是你也知道會有龜旗 知道 你知道有龜旗 可以做事的意思 你說如果 譬如這麼說 真的要在這裏住 那是不是 我就這樣看 例如雲南四川會容易很多 其實你問我 如果在烏龍木柴 不用到處去 只是在烏龍木柴 它是OK的 但是如果要到處去 因為那些城市距離 動一下就幾百公里 就要幾個小時 有些要行山路 烏龍木柴也很大 烏龍木柴很大 烏龍木柴很鮮 烏龍木柴很鮮 烏龍木柴很多五星酒店 有什麼 什麼都有的 什麼都有的 地鐵有沒有 有的 什麼都有的 很漂亮的烏龍木柴已經很鮮 有新疆妹 有 你知不知道 你所思 譬如你找一個新疆妹幾千 一萬 一萬幾千 這群團有去問你 那時候 那年代 我通常這些 我叫做導遊 OK 但是你沒有好奇心 問問導遊 沒有的 你覺得很難問 你正常會自己有好奇心 你自己做 做導界 你不一樣 我以前帶的路線 很少會有人問這些 他真是主要純觀光 連長者比較多 那一到 長者也會 什麼難 你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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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的旅行路線 很多時候都會有很多購物點 我們以前做的那間 有些行程是純觀光 不購物 一個點都不入 甚至最多都是入三個點 譬如我們去新疆 我們去新疆旅行 那些人會買什麼回來 新疆最多就是買 買些乾果 買些乾果 一大堆的 譬如提子乾 合桃 很多乾果帶回來請人吃 雲南有什麼手信 雲南有很多 什麼都有 絲綢 那些普里茶 雲南最出名就是普里茶 那四川呢 四川有什麼手信 四川真的沒有什麼 四川就是村妹 村妹就是正 那些不行 他們說真是正經人 西藏呢 有什麼手信 西藏應該多些 西藏藏也不能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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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也沒有什麼帶 那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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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經分 那些可不可以帶 可以 但是你要想一下 經分其實是一個宗教 一個藏傳佛教的神秘 如果你求了他 你真的要好像你去求神 求他一道符 你要是 看他怎樣去擺他 怎樣去敬拜他 那種東西來的 我要搞了 十五位的東西我最喜歡搞 好 我們再看看照片 這裡 這裡叫五彩城 為什麼是這樣的 那些山來的 其實那些就是雅丹地貌 它是一些風法 它本身是海底 然後很多年的 因為它其實新疆是出名很大風的 它有個地方 全部都是風車風靈發電 是很厲害的 即是它本身新疆是超級大風 它因為那些地殼變動 濃起了 然後再加上風 不斷侵蝕 因為它地底有很多礦 其實新疆 特別是北疆 因為它有很多礦產 很多礦石資源 然後不同的礦石 給了一些風吹 形成不同的顏色 所以就形成這個 這麼五彩班 的五彩城 五彩城 你說這些用來拍的什麼呢 沙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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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套 俄虎藏龍 和西游記者在拍的 好幾 這是一個山 山丘 如果我們 人在這裏 就是一個小的 一粒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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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在這裏看 你以為那些什麼 外星之地 很神奇 這裏真是要現場看的 旅行會經過 會經過 要進去看的 進去參觀的 這個五彩城是很特別的 好 再去 這個也是五彩城 是的 那這車會去到哪裏 走不下去的 你去到景區 跟著在景區 再搭那些觀光車 又到那個搬景 你其實 在高邊看下去 是上幾個山頭 接著就走了 OK 很熱的 很曬很熱 很大風的 我們今天會不會去到 火焰山 火焰山是要絲綢之路才去到 好 即是今天還未去到 還未去到 還未去到 這個叫做 可可託海 可可託海 其實是一個 可可託海是綠色森林的意思 其實它是一些維羽綠色松林 其實很多人以為 可可託海 其實剛才所說的 那個三號抗亨 其實都是可可託海的景區之一 托海這麼熟 騰原托海嗎 噢 騰原托海 是的 是陳文治的那個 是陳文治的那個 那些全部都是那些 地殼變動 隆起的石頭形成不同的樣子 再加上被風吹吹 風化形成 所以 其實它是一個河谷來的 它中間有一些河 其實可可託海 就是阿爾泰山的雪水流下來 形成的河流 你以你帶團也會學會這些 其實這些郊外地方 1800年來都是這樣的 但是烏魯木齊自古以來 也是一個城市 烏魯木齊也叫滴化 其實這個名字是清朝延 因為清朝就是 清朝將新疆收納了 很早以前 漢朝新疆叫西域都戶府 即是西漢的時備 但是那時候西域都戶府 是很多國家 很多小小的國家仔 我想正直到清朝才 將它納入了 就是中國版圖 但是那個地點 烏魯木齊以前 是不是都是一個城市 它以前叫滴化 滴化就是一個城市 滴化 但它的意思就是 將一些萬而教化的意思 就是因為很多不同的小作民族 是我們清朝改了一個名字 就是滴化 那它自己叫做什麼 你知不知道 以前一直都是叫西域 它自己叫做什麼 很多國家 因為它可能其中一個國家仔 那滴化這個位 就當滴化一個國家 那它又叫做什麼國家 你還未了解到 滴化是清朝的 不是的 那它才有名字 清朝是你叫它 因為緬甸也不會叫自己去緬甸 是我們叫它做緬甸 滴化就是清朝的人 那它自己有個名字 你明白我的西域是滴化 那我真的是 就是叫西域 它不會自己叫西域 西域是很多國家 國家都有名字 每一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名字 多了 很多小小的國家 我好奇 我好奇 我覺得如果你記到我 就長知識 好 再去 這裏呢 這裏呢 其實都是那些風化侵襲的地 其實都是黃河托海 這裏我記得 最左邊好像蘑菇石一樣 中間有一條大雀鳳 不是想想想 然後左邊好像有兩個男女 依惠著 這些全部都是侵襲風化造成的 就是可可托海景區 就是這個 可可托海景區 幸好 這也是 都是可可托海 都是可可托海 這就是它的河域流下來 其實你看到它都是像五彩城那些地方 其實都是侵襲風化形成 不過它旁邊好像有一個綠洲 因為其實呢 阿爾泰山的水源很豐富 其實古爾班通的沙漠呢 它有北面大部份都有很多水源 所以它的沙漠呢 其實都不是真正好沙漠化的 這麼多樹 當然有水 所以其實是很多水的 海外的水果除了有蝦 西瓜蝦蜜瓜 西瓜甜不甜 現在我們在西瓜市場買了 那種 什麼 八九六四 不是八九六四 不知道八四三一 有數字的 這幾年是很流行的 但我認為糖質的地吃到牛底 不知道是不是打針有重量 吃得多到人都不是這樣 這裏呢? 這裏就是被譽為世界最靚村落的和木村 哇 這裏真的是在喀立斯湖 喀立斯那個景區下面的那裏 他有沒有翠翠誰說自己是最靚的? 世界地理雜誌說的 不是他自己說自己 不是啊 我看他瑞士有些都很想明的 這個是被世界地理雜誌 世界地理雜誌已經是說著景點來講最權威的雜誌 那這個是什麼? 那些是白華林來的 那些是 那些屋是什麼人? 那些下面住的那些是屠亞族人 屠亞族人 其實屠亞族人是蒙古族來的 當時成吉思汗打到來新疆 八四二四 打到來這裏之後 他覺得這個地方好似神仙的後花園 好似太漂亮 所以他想他死都歸在這裏 於是他擺在暴落 就在這裏開始生根 就是屠亞族人 好 他那裏有三條村 那這裏是景點來的 景點來的 這是被譽為世界 我家微信 我家背景圖也是他 很漂亮 我們去到那裏有很多屋 可以的 有家房 有家房 那這裏有沒有電視 全部是木屋 有的 有的 那這裏有很多屋 在這裏做什麼 就是評它為最漂亮的村落 西門吹水說 那裏有這麼多風化的東西 那裏就不太多 這裏肯定有很多 那裏有很多 這些問題 是乾淨很多的 新疆是 不過好像說現在 政策就是這樣 我不知道做不做到 他好像說 什麼死豬 真是狗大溝都開始走人 會的 因為真的太多人了 他真的 那裏有幾萬人 可能不止 真的在一個景區裏 有很多人 你走也沒有地方走的 那裏很無人 是很厲害的 即是你去到旺季 你真的全部拍人頭 你不是拍景色的 全部都拍一望景 哇 人頭多於那個景色 那條河是看不到的 那裏很無人 好 就是 所以九宅溝都是冬天去嶺 這裏呢 就是黃牧村 黃牧村 這裏面的全部都是小木屋 嗯 是 嘩 嘩 這裏呢 也是 這裏就是和牧橋 這裏就是和牧河 這裏就是和牧村 這裏就是和牧村 你名字 好 幸好 這裏就是客立斯湖 這裏叫小客立斯湖的景區 客立斯湖 人家說有海怪 即是水怪 是的 有水怪的地方 但實際上它是有桂魚在裏面的 有一條吃肉的桂魚很大 但現在未經證實 它有時會出現 但未必經常遇到 是桂魚 即是我們吃的桂花魚 就是桂魚 就是桂魚 就是 它是水怪很大條 人家說是水怪 那你們有沒有見過 怎知道不是水怪是桂魚 因為他們有人見過 會將它的形態說出來 然後就像是那種桂魚 很大條 但到現在還未證實得到 沒有證實到 有幾大條 阿立斯湖的水怪 很大條 就是桂魚 就是桂魚 我想很多米牆 所以是很大條的魚 這個叫小夏立斯湖境 這個叫鵝龍灣 鵝龍灣 對 就好像有個龍 在裏面 即是這條就是 下面有一條龍 好像有一條龍 但是水也很軟 很漂亮 是因為下面有一些石 就是好像九澤溝那些元氣 就是那些侵蝕作用 加上風化 然後造成不同的顏色 還有海底那些 是很多枯枝 跟九澤溝那些類似的 OK 好 再去 這個也是 鵝龍灣 鵝龍灣 再去 然後這個就是神仙灣 神仙灣 下出前言 就是神仙會停留的地方 相傳 OK 這裏都是神仙灣 嗯 即是他講過 他早上的武器 是很多武器 經常出現在這個地方 然後就好像神仙 他那些山頂 除了山頂的石招 都很綠 是呀 山頂的那些 森林保護區 比較厲害 他有很多那些白樺樹 所以他秋色是很出名的 所以那些地方 就不望丁的那些地方 這個呢 叫月亮灣 OK 這個叫小赫納斯湖營區 他這裏呢 其實黃木村 剛才說的黃木村 有五百年歷史 這個呢 叫做 白哈巴村 還有另外還有一條村的 就是赫納斯村 這三條村 就是目前唯一還有 桃瓦族人住的地方 三條村都是桃瓦族人住 而他們最原始 第一次 就是第一次 最早的紮根那裏呢 就是黃木村 嗯 所以是最原始 有五百年歷史的了 沒有人 都有一些木屋來的 雖然他們不同 宗教信仰 會不會有蒙古人 你們所知 和維吾爾人通婚的 都不會的 都少了 我想現在 等於你漢人 和維吾爾 維吾爾人 都會有結婚 其實都沒有什麼 在現今社會 就沒有什麼 但是他們一定要 交回回教人 都 做回回教人 都不是的 我都聽過 導遊說過 有漢人和維吾爾族人結婚 其實維吾爾族人 都是跟了一個漢人 做事 未必一定是維吾爾族 這裏呢 這裏都是黃木村 這裏是白哈巴村 白哈巴村 這裏是關羽亭 這裏是關羽亭 這裏要走一千零六十幾級樓梯才上去 那你有沒有走過上去 有啊 那那裏你有沒有跟著走上去 有啊 上去就是看過大湖 哈立斯湖 那裏有幾大人幾 一千級 一千零六十幾級 一層樓十幾級 十層樓八層樓 你怎麼走成八層樓那麼高 你慢慢走聊天就到了 很多人都沒有想過自己會走到 一千零六十三級 這裏就是下立斯湖 你有沒有坐在樓梯啊 我上去 那裏就是看這裏 這裏就是看照片 這裏就是看照片 等於馬拉麥克風山 坐在樓梯 這裏就是看照片 這裏就是看照片 那你有沒有些客團友說不上的 當然有 他就有下面自由活動 或者他可以放木 騎馬 或者去那些圖畫族人的家裡 家房 或者周圍走 其他地方的景色根本就很漂亮 你去到哪裏 他都覺得那些風景很漂亮 即今我們看照片 覺得美麗其實都不及現場萬分一 當然 好 現場真是最美 嘩這個是什麼來的 這個都是 這個其實都是在他裏面那些 夏立斯河的景色來的 嗯 這裏很漂亮 漂亮 嘩這裏也是 這裏也是 有些近一點 這裏很像那些什麼印巴邊境的地方 好 就去 這裏就是魔鬼城 就是離開了夏立斯湖 然後他就是這樣 一個U字吊字 是 那我們現在就落在最北面的 那個阿爾泰山 是沙漠來的 這裏是沙漠來的 他其實和五彩城的分別就是在於 他那邊的地質岩石 就沒有彩色 就是他沒有那麼多礦石源 是 因為他離開了阿爾泰山 嗯 他沒有了那些 礦石那些天然資源 所以他就算風化 都沒有了那種彩色的感覺 好 那他為什麼叫魔鬼城呢 他就是因為他 他被那些風吹完之後 因為他已經有很多不同的痕跡 那些風再吹他 就會有烏響 所以就叫他魔鬼城 OK 哇 夜晚晚嚇死他 真是烏響 是啊 他這個地方 日落聚去嶺 但是這些地方 真的存屬不生 是啊 這些是沙漠來的 就是 這個就是百里油田 嗯 其實所以新疆很有錢 他本身地下的資源 這個是石油 全部都是 扣頭機下去 不停拿油 所以其實新疆是一個很有資源 那那些新疆棉在哪裏 你有沒有看到很多新疆棉 有的有 有見過的 南疆那裏 就是哈薩斯坦來的 嗯 就是一個各界的地方 伊勵條約 伊勵條約 那這裏我們是要出護照了 就是什麼 我們是不出去的 我們在角門那裏 拍照照片 就走 所以不用護照 OK 這個就是怪石溝 怪石溝 對 好像很多人 其實都是 因為它被風化、侵蝕,形成很多不同的洞 都是的,跟魔鬼成五彩成差不多,但是那些岩石不同 有些是花崗岩,有些是斷層岩形成的,結構不同 但是有些草的 是啊 這個就是掛石溝 這個就是蔡里木湖 就是整個新疆最海拔高,其實都不高的,都是千多米 最高海拔的高山湖堂 其實這些湖有魚,上次問過你 有的,有魚 那他們新疆人吃魚肉吧? 新疆吃的 他們維吾爾族就不吃豬 蔡里木湖背後就是一排的雪山 因為蔡里木湖再下去就是天山山脈 天山山脈是連續很多雪山的,幾十座 天山派 天山 好,再去 這個就是拿拉提草原 就是整個新疆最漂亮的草原 它好像可以完美瑞士的景色,真的很漂亮 現在像瑞士 是啊 因為它全部都是那些杏樹、蟲樹 還有有些,其實沙漠是梳梳、湖陽最出名的 而它這些森林是很多那些杏著蟲樹去點綴,所以很漂亮 好,我再去 嘩,這裏全部,就是它後面有一些天山山脈 這個就是拿拉提草 因為它是很大片的 一望無際,都是大草原 放牧是一流 就是天山,華年都是雪山 是啊 白髮魔女 天山山脈 那些放牧那些,看到牛羊都在那裡放,在那裡吃素 是啊 你遠一點,周圍看,有很多不同一堆堆羊,一堆堆牛 有很多的 你去到那裡是一個很大的 西藏的毛牛,沒有在那裡 不是那些,但它有些羊 有牧羊犬,周圍很多這些 你看到一堆堆周圍 羊是甚麼羊,就是那些黑草羊 因為我經常看到人家全羊煙,西藏的說是新疆 是啊 就是都是吃那些羊 是啊 等一下會有全羊煙的樣子看 這個叫巴欽布魯克,天鹅湖保護區 其實它裏面有很多天鹅的 但是當然它天然自己飛去 但是這是路還是河? 是河 這條叫九曲十八彎 是在山上看下去 巴欽布魯克,草原是最大最大 是整個中國最大的草原區 嗯 一望無際 嘩,這些時間去到真的不能撐 是啊 這是黃昏時間 黃昏啊,黃昏啊 你們會不會遷就這些時間 會啊,盡量遷就的 我們知道哪些景是最美的 我們會盡量遷就出來的 這個就是八卦城 在哪裏啊 在新疆 在伊寧附近 哇,這個完全是 根據八卦來設計的 是啊,八天街都是有 八卦那幾個東西 那些人 一模一樣的 全然就是 它晚上關燈了 然後大家關燈 它那個城的開燈 很漂亮的 在手裡面拍的 是啊 是啊 那些人 那你要那些街坊 要那些街坊 關燈睡覺了 什麼時候呢 新夜 但是它那些街坊是不關的 就會有很漂亮的 那些街坊不關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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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的 它關燈都 所以這個特色 這是很高的錄影 是啊,在山上 OK 好,走開 這個呢 也是頒布了黑草原 那這個呢 其實它本身 七八月份 就有很多油彩花的 也會 又有雪山 又有大草原 又有六六八八 六六 黃黃 那這樣就很漂亮 嗯 那很多放牧 嗯 那你還好像AI圖那樣 不是啊 這些都是 漢血寶馬 這些都是 漢血寶馬 也有些的 要找人去發掘一下 沒錯 這是新疆的美食 新疆烤全羊 好燙烤 但是味道不騷 很多人不吃 但也覺得不騷 好 還有呢 這個呢 就是大盆雞 即是咖哩和薯仔雞 但是很好吃的 就是咖哩來的 咖哩和薯仔雞 是的,咖哩和薯仔雞 很喜歡吃新疆的 背面 它是手拉的背面 即時拉給你看的 很煙韌的 很好吃的 雞蛋那些 雞蛋 但是它有很多的 例如那些 羊肉背面 什麼都有的 其實你自己選 有背面是番茄 番茄蛋 OK 這個呢就是手拉羊肉 嗯 羊肉串 嗯 好 好 那也是吃點東西 我見到呢 它還有些什麼 手拉羊 酸辣的 它是不是偏向一些 嗯 都不是很龍寶四川 那些那麼龍 就是它 它是 因為其實它又不是很高海拔 不是很高原 因為高原吃辣 又吃保溫 但是它又不是很濃味 OK的 今天我們先去新疆 你問我如果現在幾個地方呢 即是我們去了新疆 西藏 四川 還有雲南 其實四個都是去一個團隊 如果真的選一個去呢 我真的不知道 我想我都來選西藏 去西藏 西藏 西藏其實呢 也是選月份的 即是你六月到十月 又是夏天可以去的 冬天是冷得很緊要 很多景色都看不到 所以其實是看季節 看看你有什麼時間去旅行 我想問你那間 以前你服務的那間梁石 轉來做大陸的 它有別的行業 也有其他的 但是你自己就大陸 不是不是 因為那些不是 我們主要是大陸出名 所以就 其實你去做哪間梁石藏 沒有 沒有 即是它不在這裏 還在這裏 都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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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下怎樣 我們一定有機會去的 我們下次去哪裏呢 還沒想到的 想不想去南疆 要去南疆 南疆 去完北疆 當然要去南疆 我想大家呢 我真的有要求 喂 不要只看警察 看看人 有啊 維吾爾有很多美女的 OK 如果在南疆 會有很多人像 很能夠清楚 很美的 你戴了幾個年 13年 2001年開始 13年才是年輕人 二十多歲 打了三十多歲 是啊 十三年內 你沒有對於不同地方的女性 有興趣一點點 以前四川有過 有過 有過 她是一些學習導遊 唉 這樣也好些 我都覺得你正常男人 正常的 好 多謝Rica 大家上來買木槿眼藥水 迪心通 還有留言 下星期四去南疆 南疆 南疆很好 好 當然好 如果不是南疆 可以去東北三散 也可以 東北三散 阿爾濱 那些 你想去東北三散 正早 那些 那些多女 很多地方都有女 好 我們下一位先 去哪裡 多謝大家 一會兒再見 拜拜